搭配时尚的造型就是很简单 但是其实里面的设计 包括材片都是蛮复杂的 里面有很多套结 然后平车的工艺做的都很精美 两边也是拉链口袋 这样的话你去掏东西的时候 东西装起来不容易去丢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时装性也能拉满 嗨 大家好 我是谢老板 这一期的新品里面还有两样 这是其中的一样 是去年给大家带来的三层黑镖硬壳 中间加的是银镖屁棉 铜鞍内衬的一个时装机能马甲吧 这个马甲有很多种穿法 大家会看 我之前会教它绷带款 因为这个里面 底下是有一个Sun Grip夹垫的扣件 你可以把它打开 做出一个层叠的穿法 里面这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口袋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扣件给扣上 把手搭进去 变成一种摆烂的状况 叫做绷带款马甲 然后两边的口袋嘛 就是很经典的插带 插带里面很贴心的给大家做了 摇力绒的内衬 这样的话冬天的时候 你可以把手收冷的时候放进去 然后时尚造型方面嘛 给大家去做了双拉 这样的话 你像时装博主什么的 他们都不都这样穿吗 就这样拍一个什么上身的LOK造型 做了双拉 然后双拉都是YKK五号拉链嘛 都是很经典的塑料池拉链 然后内部这两边还给大家去做了口袋 细节很多 下面都做了抽绳的设计 然后背后还有一个很大的口袋 让老板用第一人抽视角 带大家去领略一下 就是背后这个口袋 其实我一直都喜欢做这样的口袋 这样的话 你去跟好朋友逛街 跟另一半去逛街 跟父母去逛街 一些小的东西都可以去 收纳在背后的口袋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玩的设计 然后面料方面嘛 Gartex三层黑标硬壳面料 防风防水透气素杆 并且耐磨防静电消臭防污 所有的优点集合于一身 在秋冬的时候 这个透气性是特别重要的 虽然你不是天天能遇上下雨 但是你天天穿的时候 如果这个面料不透气 从内层到中间层到外层 都会累积很多的这种湿气 就是穿上湿路的很难受 但是Gartex面料 大家都知道 完全的透气 所以丝毫不用担心这样的问题 用高级的面料 做出来的这种时装产品 一定是这种光芒闪耀的 然后这个其实 剪裁各方面蛮复杂的 中间是一条这个 弧形的弯刀拉链 大家会看到是一个弧形的拉链 对于这个裁片 是有一定要求的 我们厂嘛 大家都知道 机器 除了平车以外 全套的进口机器 不像就是很多网商去工厂 跟你说开工厂 三四台平车 就说做一个工作室了 如果机器不全的话 你没有办法去做成一个 各个方面细节 都令人满意的这种成衣 然后还有什么 值得去介绍的呢 就是铜鞍的内衬吧 铜鞍的内衬 就是防静电吸湿透气素杆 搭配Gartex面料和银标屁棉 相当的暖和 内搭的这个 生物羊绒是对标P100的这个厚度 在比较南方的地区吧 一件的这个薄薄的这种抓绒 我觉得就能过冬了 然后还有一个黑色 我就直接套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吧 把这个放在老板的椅子上面 然后把黑色套给大家看一下 黑色嘛 大家会看到 里面整体的是一个铜鞍的内衬 然后扣件其实用的比较多 全都是这种 Sun Grip Japan的扣件 咔啦咔啦的全都给你穿起来 然后下摆是可以调节去防风的 搭配时尚的造型 就是很简单 但是其实里面的设计 包括材片都是蛮复杂的 里面有很多套结啊 然后 平色的工艺做的都很精美 两边也是 拉链口袋 这样的话你去掏东西的时候 东西装起来不容易去丢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啊 时装性嘛 也能拉满 所以这件马甲也是这期 我们要去上的一个新产品 对了 还有一个防水性能 没有给大家测试 拿一个吧 然后反面的这个印花 是我们去做的一个反光的印花 大概测试一下防水性吧 稍微少倒影 要不然这个是老板的茶叶 我老板要说我把茶叶浪费了 防水性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表面DWA防水处理 内部具有Gartex的核心层 持久的防风 持久的防水 持久的透气 如果有什么需要去讲的吗 我觉得没什么需要去讲的 大家去看看 让老板稍微走近点 正好拿着这个部位 看套结这些部位 关键部位的套结 防撕裂的套结 做的是多么精美 扣件 扣上 多么清脆 桑菇不甲不肯扣件 没有什么值得去挑剔的地方 所以 这一期的产品 带给大家 感谢大家观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